今天整個燈光好綠喔 恐怖電話來襲 王若晨 大家好,我是王狗 我在想 我的頭髮已經長到我朋友受不了了 但是我又想要留長髮 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你們可以給我一點建議嗎 那我們今天呢 為什麼要打這個燈光 然後用這個色彩呢 沒錯 因為我們就是要來講 迪士尼樂園 六個 陰森的秘密 不知道大家想到迪士尼 是不是都會想到 明亮鮮豔 有趣又活潑的各種印象 在大家的腦海裡呢 包括我之前曾經去過 加州跟日本的迪士尼 兩次都讓我覺得 像自身在另外一個國度裡面 不過呢 不管你之前有沒有去過迪士尼的人 你都一定要看一下這一部 這樣子 以後你到了迪士尼 才會更加的有趣 秘密一 鬼屋撒骨頭 The Hunter Mansion 是迪士尼最悠久的鬼屋 中文稱幽靈公館 這邊同時也是最多人撞鬼的區域 為什麼呢 因為有非常多的人在這間鬼屋裡 到處撒青人的骨灰 這聽起來很不錯 對吧 但是這是一件千真萬確的事實 這件事頻繁到幾乎每個月都會發生一次 因為每個月都會有工作人員抓到 有民眾來撒骨灰 而當然沒被抓到的案例 肯定還有很多 更有趣的是 2018年的時候 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這個主題的文章 他們在其中採訪了迪士尼的工作人員 他們說在迪士尼工作有很多的代碼 像清理火花灰燼的代碼就是HEPA Cleanup 意思就是要工作人員用HEPA過濾器吸走骨灰的殘留物 某位迪士尼的高層人士也出面說到 丟臨公館內確實有非常多人類的骨灰 而這並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 並嚴格禁止所有人撒骨灰 如果被抓到的話 將會強制驅離 2.迪士尼創辦人華特的公寓 眾所皆知 迪士尼公司創辦人華特 在樂園的消防站二樓 有一間14坪的小房間 站在樓下往上看 透過窗戶你會看到一盞燈 只要你看到這盞燈它是亮著的 那就表示華特 他人現在正在迪士尼樂園裡面 不過呢 這樣的一盞燈 在華特過後 就傳出了都市傳說 就是某一天 樂園打烊後 一名清潔人員在打掃華特的這間公寓 他把那盞燈關掉 然後走回一樓 卻透過窗戶 發現那盞燈又打開了 於是他又回去把燈關上 而他又走回一樓 發現燈又被打開了 而他再度走回去公寓裡 就聽到了華特的幽靈說 I'm still here 所以從這一天之後 迪士尼官方便把這盞燈 永遠開著 以紀念華特的存在 而日後也有不少的工作人員說 有腳步聲從這個小房間傳來 甚至是窗簾還會突然晃動 是不是華特迪士尼想回來看看他的城堡呢 我們不得而知 3.迪士尼幽靈現身 從十多年前開始 網路上陸續出現一些在迪士尼樂園拍到的鬼魂的影像 都非常令人毛骨悚然 像某天迪士尼樂園官員放煙火的時候 在煙火中有一個鬼魂 還有這個是一名鬼魂 搭上了迪士尼的設施過山車 在驚魂古塔的工作人員 旁邊突然出現了兩個鬼魂 還有閉路攝影機有照到 在公園的噴泉旁 錄到了一個透明的人影走過 4.迪士尼加勒比海盜 加勒比海盜於1967年3月開業 在旅程的開始呢 遊客會先進入被稱為死人灣的石窟 在那裡會看到1967年被打造的 海盜骷髏守衛 還有各種經營財報 不過劇產在打造這些造景的時候 工作人員認為假骨頭看上去不夠有說服力 所以就像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醫療中心 買了真實的骨頭放在這個設施裡 不過隨著科技的進步 他們逐漸用人造骨頭去代這些真的骨頭 據說所有的真人骨頭呢都被替換掉了 但還是有人指出 當中某一些真正的人類骨頭還存留在這個設施裡 譬如這個床頭板上的頭骨 左邊是1968年拍攝 而右邊的是2020年拍攝 兩張比較起來 可以發現上面的這顆骷髏頭 又隨著時間漸漸地開始腐爛 並呈現核色的狀態 你與下面這個很白的道具人骨 比對一下就會發現了 而根據2013年AirUp的Podcast說呢 還有真正的人骨被藏在這個設施裡 就是這個海灘螃蟹旁邊地上的這幾個骨頭 據說是由一些真實的骨骼碎片組成的 而這個胸上被插著一把劍的骷髏頭 他的身體也據說是真的人骨 因為你看他 這個被劍插過的部分 骨頭除了呈現自然的碎裂 也漸漸浮現腐爛的核色 這麼多年迪士尼經歷了無數次的翻新 為什麼都沒有把這幾個真人骨頭換掉呢 因為非常有可能打造一個 這樣子搖搖欲墜的戰力人骨 需要一個很複雜的過程 甚至沒有辦法完美還原 因此迪士尼官方 索性的將它保留 5.創辦人的屍體被冷凍火埋 去傳創辦人華特的屍體 在桑里後被挖出來 運到這個仙度瑞拉城堡下 不過呢 後來被證實這就只是一個謠言 而且只維持到1972年就被打破了 而這個謠言的起源是1969年 在一家叫ICI Paris的法國雜誌傳出的 但到了1972年 加州人體冷凍學會的會長 在加州時報採訪時說 華特確實對人體冷凍這個議題很感興趣 但他並沒有被冷凍 而華特的女兒也出來說明 這件事絕對是一個謠言 6.迪士尼金銀島 1974年迪士尼成立了一座島嶼 金銀島 上面飼養了許多珍貴的鳥 狐猴等等的野生動物 遊客可以乘船抵達 是個極為巨大的景點 但不幸的是 因為工作人員虐待動物 島嶼熱度不夠等等問題 讓金銀島在1999年的時候廢棄 整座島上可見一堆廢棄建築 及動物屍骨 而在2000年初 有一名攝影師因為好奇 在夜晚偷偷遊到了金銀島上 想一探究竟 但一上岸他發現 島內熱源燈竟然是開著的 在裡面還聽到奇怪的聲音 這攝影師去過後只表示 他這輩子再也不會上這座島了 而這個攝影師也因為 非法闖入的緣故 被迪士尼處罰 終身禁止踏入迪士尼樂園的條款 你覺得他是得不償失 還是意外的發現 迪士尼官方的恐怖秘密呢? 對大家這就是我們迪士尼樂園 七個絕對不能說的恐怖秘密 但裡面呢唯一有一個後來也被證實的就是 迪士尼樂園裡面的鬼魂 這一系列的監視錄像呢 其實是迪士尼官方他們的一個創意 設計這個的人員呢 也在他的推特也解釋了這個事件 所以唉 我們又少了一個探險的理由 聊一聊呢就讓我想到了 當時我去迪士尼的時候 那兩次去好像也才都是20歲上下 我是覺得非常的有趣啦 大家有空真的也可以去迪士尼走走看看 你會彷彿呢找到你小時候 你在看童話故事書的那個世界 而你就真的踏進去了 總之我覺得 在迪士尼樂園工作的那些人 應該也都是非常的幸福啊 不過呢說到這裡 關於迪士尼的工作人員 他們也有在處理設施的時候 被設施壓死 進而產生一些都市傳說 對但這個呢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對但在這裡呢最後我也再講一下 大家如果有什麼有趣的靈異照片 影片地點 親身經歷呢 都可以寄信到我的信箱 那OK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啦 如果喜歡我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王偶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